在2012年4月至5月期間 本地有三間電訊商都投入了4G LTE 市場 分別是中國移動通訊、PCGW Mobile 和三香港 再加上去年率先推出4G LTE 服務的 CSL 令本地電訊市場再次熱鬧起來 當中有三間電訊商公司都有推出廣告宣傳 那會不會本地4G LTE 服務的出現 引來另一次廣告大戰呢? 首先講一下這三間電訊商的廣告 其中一間就是 CSL 就是很早已經推出了4G LTE 的服務 那它旗下就有一個品牌就是 123 那其實對一些廣告迷來說 123的廣告有不少都是令到大家印象深刻的 那這些廣告通常都是以男女愛情為題材 還有也是找巨星做代言人的 1997年大家都可能會記得 郭富城幫123賣廣告 還有第二年金城武演出的廣告 這些廣告除了有巨星去做代言之外 最大的特色都是玩這個 就是玩這個由觀眾主導故事發展的橋段 那當然就是在每次廣告 最後就是叫大家去想一下故事發展完之後 就是傳一個短訊去選擇你想要看到的結局 或者是故事發展的 那當時在這個廣告推出的手機 都是以通話為主的 那到2002年123找周杰倫拍電視廣告 那再次徵求觀眾傳一些有創意的短訊 這些短訊就會在廣告出現的 那很明顯就是在今次這個廣告 手機已經成為了主要是傳短訊為主的工具 那來到2012年123再推出新的廣告宣傳 那不過這次就不是電視廣告 也都沒有找巨星代言 而是透過Youtube網站欣賞的微電影 真是與時並進 那除了以微電影的方式去在網上給大家看到之外 而在這個廣告裏面 那些智能手機 是主要不是用來電話的 是用來玩Instagram的 即是這個近來很大熱的 這個拍照的社交媒體Apps 是的 那大家甚至乎也都可以提供這個故事的結局 不過這次大家就要拍一段短訊 就放上Youtube 然後去參賽的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興趣 那說完這個123的微電影之後 那也都不能不提 就是三香港 即是最近才推出4G服務 與此同時 那三香港也都推出了一個電視廣告宣傳 不過這個電視廣告宣傳 就名字是One Love One World 但似乎它不只是宣傳它有4G的LTE服務 似乎最主要目的都是宣揚它的合作夥伴 是Vodafone和另一個亞洲地區的電信聯盟 就是讓大家不會再混亂 現在Vodafone的合作夥伴是這個數碼通 現在已經是分開了 現在Vodafone是跟三香港合作的 那就是想提醒大家這件事 而這個廣告畫面也都是似乎 真的像一個服裝品牌的廣告 多過一個電信品牌的廣告 因為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 和不同人種在一起 很和諧 即是世界大同 於是就宣揚了One Love One World 再加上那首大家都很喜歡的 其實是這個傳教的歌 就是這首歌的名字叫One Love 當然擺放在廣告 當然是在改了一些歌詞 令到它適合全人類去聽 這個廣告我其實也挺喜歡的 但是大家看起來真的不像一個電信廣告 而是像一個G字頭的服裝品牌廣告 最後當然一定要提提PCCW Mobile的流動無極 但是雖然PCCW Mobile最近都有推出4G的服務 但是它這個新廣告不是宣傳4G服務的 主要是宣傳它有一個配套 就是全香港有很多Wi-Fi熱點 可以配入3.5G或者4G的手機服務 讓大家上網就更加方便 那你上網的地方如果沒有4G覆蓋的話 那你可以借用附近Wi-Fi Hotspot 就是一樣可以極速上網的 所以就叫做流動無極了 那似乎這個廣告呢 都有點潤其他的網絡商 就是他們那個所謂的無限上網計劃呢 其實都是有些限制的 那也都當然它那個給其他台的用家 就免費使用它那個Wi-Fi Hotspot 兩個月呢 其實這個動作本身都幾爆下的 說了這麼多才是斑民